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又來到我們限遊心靈空間 限遊是誰?我就是限遊 我是一個心靈治療師 今天又會和大家看一看 你心靈空間裏面的角落 今次說什麼呢? 今次說的是和潛意識對話 為何今次想和大家說這個話題 如果你有留意我們的心靈空間的話 我們說很多都是潛意識、顯意識 經常說其實我們在用很多都是顯意識的力量 但潛意識裏面還有很多資源 很多東西在裏面 但平日我們很難說有意識地用得到 只是說他不知不覺在裏面 有時會出來幫助我們 有時還要被顯意識按下去 所以大家當然很好奇想知道 既然這樣說了 你要給我方法才行 你不可以就這樣說 是呀潛意識很好 有很多東西在裏面 但是我都用不到 怎樣用才行 所以今次特地 花整個今次小事的時間 跟大家說 如何去和潛意識對話 我們首先會講一些基本的概念 講一些內在的特質 亦都講一些內在舞台的概念 然後真的 怎樣做法呢 有一個內在對話的練習技巧 稍後會詳細跟大家說 你喜歡的話 每一天都可以做 每天做幾次都可以 或者你說我忙的話 我一個星期做一次 一個月做一次 甚至乎需要時才可以做 但只要學了這個技巧 之後你隨時想叫潛意識出來 找他談一談 找他拿資料 找他給你一些建議 完成 就用這個方法就可以了 講完給大家方法之後 亦都會講一講一個圓形的概念 這個亦都會在我們內在對話 幫到我們做這個練習 詳情就現在不講了 講到一會兒圓形的時候才講 最後心靈遊樂場 同樣地我們是給一個放鬆輕鬆的環境的感覺 一個時間給大家 一會兒心靈遊樂場做的練習 亦都跟今天我們整個主題都很有關係 準備好的話 我們就立刻開始了 開始了 先講一些內在特質 內在特質其實很簡單地講 都不應該說內在 內在好外在好 總之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特質 有一些就是外露 外露的意思是 我顯現出來顯示表現出來的一些特質 也有一些是隱藏的 我藏在裡面的一些特質 無論是外露也好 或者是一些隱藏的特質也好 你也有可能是你自己知道 又或者是不知道的 甚麼是知道甚麼是不知道的 你說我專門要表現給別人看 我是一個很有自信的人 這個自信就是一個外露 而你自己知道的幾個特質 你也會看到的 但又有些特質是你自己知道 但你故意隱藏不讓別人看 比如說 我不想讓別人覺得我很小器 所以我故意在別人面前 我自己知道我有這個特質 這個計較或者有些會小器的特質 我知道的 但我刻意隱藏 不讓別人看見的 又有很多特質 自己不知道 你說自己也不知道應該是隱藏的 未必的 自己不知道的特質 也有很多是外露給別人看的 有沒有留意到 有些時候 有些東西是個個都看得到 硬是你自己看不到 又或者這樣沒有那麼容易接受 或者說個個都看到那個人是這樣 你又看到那個人是這樣 不過那個人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認 而他不認 他真的是自己不知道那種不認 如果他是刻意 他自己知道而不認 這個就是他自己知道的特質 講故事吧 講故事最容易理解 很普遍的 很多的 你整班朋友在這裏 明明每個人 包括你自己都看到 阿A 一直在針對阿B 每一句都針對他 阿A就是很不喜歡阿B 那你跟阿A說 大家都朋友 整班人這麼多人在一起 你不要這樣 一直在針對他 一直針對他 每個人都知道你不喜歡他 那B就馬上說 什麼 我哪有不喜歡他 我哪有針對他 我對他跟其他人一樣 我對他沒有東西 所以這一個 究竟阿B 他這樣回應的時候 他自己知道嗎 如果他是知道的 純粹他否認而已 他不想影響他的形象 所以他否認而已 這個是自己知道的 但是如果連他自己都騙了自己 他自己都真的覺得 我對阿B 我對他 阿A 對阿B 我對他沒有東西 我對他真的沒有東西 真的跟其他人一樣 我沒有針對他 沒有不喜歡他 但是他又不自覺地 做了這些東西出來 這樣嗎 這些就是一些 自己不知道 不自知的一些特質 還有很多這些例子 舉一個例子 就是自己知道的 這個也是很常見的 你有沒有見過一些人 或者自己有時候都會這樣 明明我對那個人有興趣 我不管你同性也好 異性也好 總之 吸引那個人 那個人 有興趣的 但是自己又很怕被人知道 那些導表露了出來 所以專門就對他冷淡淡淡 就是跟每個人都很好聊 對每個人都很友善 唯獨是對那個人 特別冷冰冰的 但是我自己心裏知道 我自己心裏知道 其實我是被他吸引的 其實我是對他有興趣的 只不過是我專門害怕被人知道 所以我就忍錯 這些就是你自己知道的 但是你的表現出來的 和真實你的自己 是不同的 甚至乎是相反的 也有很多 當然 譬如你說 爸爸媽媽 很愛惜他們子女也好 很想他們成才 有一些可能用了一些方法 打打打 這個年代少一點 我們那個年代 就個個都打的 打打打打到 真的打到傷的 你說他是不是不疼子女呢 未必的 其實他是疼的 但是他又是做出來 他就是以這個方式 他覺得這樣就可以教好子女 所以你看上去 又是覺得 他真正對他好 是愛他的 但是他做出來的行為 是相反的 這個可以是自己知道的 可以是自己不知道的 因為也有一些個案 就是說他就算自己不想的 我說我爸爸打得很厲害 我死了 我也不打那些子女 但是結果 到了一火都來的時候 又是打的 這些就牽涉另外一樣東西 一些投射 或者是一些認同的東西 這些在我們之前的一些雜數 有講過 一些不同的雜數 有講過 這裡就不詳細說 這些複雜的 其實 講到這裡 數一下數一下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特質 我可以同時間有一個 我很老實的 很誠實的 很正直的我 但是有些時候 我又會貪少便宜的 又或者有些時候 我可能會偷雞 亂過馬路 有些時候 也有一個 就是我很大方 很慷慨的我 但是同時間 在其他的情況之下 我又有一些很計較 這些特質在這裡 看看不同的情況 就會有這些 我不同的特質出來 有些你聽下去 你會覺得 好像一些特質有些矛盾 但是事實上 我們人就是這樣 所有的特質 並存在這裡 但是如果我們知道的話 我就可以選擇 我在什麼情況之下 用哪些特質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話 那就糟了 他隨時潛意識的東西 想衝出來 顯意識又看不住 他就是一個搜門員 一個看襲的人 看不住 一時被他衝出來 可能出現了一些 你不想發生的情況 又舉個例子 可能我也有一個特質 就是我很容易 會去妒忌其他人 所以當然我不想讓別人知道 我就會壓抑下去 因為我覺得會影響我的形象 影響我在其他人 心目中他們怎麼看我 我堅強壓抑著他 不讓他走出來 剛才說 他會衝襲 因為他始終在這裡 所以有些時候 可能有些我妒忌的人 他在我面前出現 做了一些事情 說了一些事情 我就衝口而出 他會說了一句酸流流的說話 其他人 都可能聽得出 說你這句說話 是不倒的葡萄 我自己 可能我知道 我也很後悔 為何說了這樣的事情 真是肉酸 又可能 我說了出來 我都不覺得 我還會覺得 我說事實而已 這句說話 所以了解到 我們這麼多不同的特質並存 甚至乎在同一個環境之下 都可以有幾種特質 一起走出來 譬如說 我去吃東西 我去吃東西的時候 一來我就有那個 很餵食的特質 另一方面 我又有那種 哎呀 我又很擔心 我要減肥的特質 又有一種就是 我考慮吃什麼的時候 我有一個 我很關注那個我 又關注健康的我 又走出來了 但是餵食那個我 好吃就可以 健康的我 就要計算一下 這個健康這個不健康 那他們就 中間又可能有些矛盾 還有就是 那個要計算吃多少錢 計算的我 計算的我 不是計算的我 計算的我 又會走出來 同時間在一個場景裏 有很多不同的特質 會走出來 想了解這個並存這些不同的特質 就出來 我們看一看那個內在舞台 就會清楚很多 這個內在舞台 今天也不詳細說了 因為之前也有詳細說過 但是你看這個圖 就可以了解得到 這個中間的特別光的位置 就是一些 我們經常出現的特質 無論我在什麼場景 什麼地方 什麼角色都好 其他人都會看到我這些特質 我亦都自己知道這些特質 而另外旁邊有些 沒有那麼光 但是都有光的位置 就是一些其他的特質 我都是知道的 我都是用得到的 但是我不是長住在那裡 可能當我是一個僱員的時候 我會有某些特質拿出來用 當我是一個媽媽的時候 我會有一些特質拿出來用 當我去買東西 我是一個僱客的時候 我有一些特質拿出來 所以他們中間有一些重疊的位置 亦都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我有很多特質 那我不一定同一時間 所有都要全部都擺出來 譬如說 我遇到一些朋友 他本身是很孤寒 很計較的 那我就拿回我計較那邊 來對著他 我又有些朋友 大家都不計較 大家真的很好朋友 很熟 而且大家不計較 我對著他 我就拿我看他的特質出來 所以那些特質未必長住 不過在這些光的外面 有很多黑的地方 有很多暗的地方 那些是什麼 那些就是藏在很多 我們不知道的特質 所以我們說 既然我們有這麼多 這麼多的特質在裡面 雖然它們當中 可能有些有矛盾 我可以放在不同的時候用 甚至乎他們有矛盾 剛才說的例子 的確 我想吃什麼的時候 同時有那個很餵食 想吃好吃的東西的我 同時又有那個健康的我 追求健康 講求健康的 去大家一起談一談 那我就可以達到一個最好的效果 選到一些 對我來說 既滿足到我的好吃 又滿足到我的健康 又或者中間 拿到中間的平衡位 但是那些東西 在暗的地方 我們看不到 我們不知道 所以這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我們要多點去了解 我們的潛意識 多點去跟我們的 潛意識 去對話的原因 當我們越跟它 聊得多 越跟它溝通得多 慢慢滲滲滲滲滲滲 潛意識就 可以多出來了 因為你給了它一個訊息 給它知道 可以繼續經常釋放 你不給全顯意識 你不再是清遽文化 你也好想弄多點 潛意識的資源 潛意識能地收集不著 你的信息 它會幫你 它幫因為它更加滲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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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滲 越來越多 亦換句話說 你是有越來越多的資源 可以讓你去用 讓你在不同的場景 不同的時候 拿它出來用 而不是在你不想 你不知道 你死那麼爛的時候 它突然間一個不覺意就走出來了 很容易的 經常身邊有朋友都有的 那些雪漏嘴的尷尬的情況 明明因為它說的 不是心裡的那句 一個不覺意就說了心裡的那句 那些就是因為有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潛意識在暗的地方 但是它仍然在 所以它不覺意想衝出來 聽了這麼多 很想知道 怎樣去跟潛意識對話 怎樣可以跟潛意識溝通 怎樣可以運用到 更多潛意識的資源 不要說用不用 最起碼了解得更多 我知道它在這裡 我知道它在這裡 我才能用得到 我在家裡收拾了錢 在這裡放在那裡放在那裡 我都不知道原來這個櫃桶有100元 然後那個櫃桶有200元 我怎樣拿它出來用 我都不知道那裡有 所以知道了解 第一步 這一節暫時說到這裡 很快 轉頭回來下一節 我們馬上就說了 怎樣去跟潛意識對話 稍後回來再見 稍後再見 稍後再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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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格